饮料店员的一天之厨房篇 在所有饮料店里 最难熬的就是厨房 因为普遍都没有冷气 只有电风扇 夏天根本是地狱 而且这些热水将近100度 时不时会被热茶烫到 不是我们技术差 是倒茶渐气的水花 我们也无法控制啊 所以店里必备的药品 一定有烫伤药 待在厨房除了热以外 还要一直扛茶 一直扛 16公斤一直扛 厨房工作也是分秒必争 差几秒可能就要重新来过 虽然厨房工作很多很累 但我们其实都蛮爱的 因为可以一个人在里面 有自己的小天地 已是无争的感觉 谁都不要来吵我 大家好 你是什么 没有 没有 自己买 没有 没有 好難 不要這樣啦 我們算是很厲害 要衝動嗎 我開始倒下去了 然後我說 不然你把它用回去了 我給我去 把它整個全部搞回去 就把他們吃完 裡面都是 都兩樣接受 一開始你價錢兩百 那你如果說 你價錢沒辦法接受 你不要 他們就是事後要殺價錢 好 有什麼好看的? 沒聽到什麼 這麼好的高雄 第一次聽過 然後打下去 開始打下去 開始打下去 然後等合成都搞回去 就讓他滿意外 快點 因為像我那也沒有 但只是能不能 不會 有特別意義的 你會不會 有些愚蠢 你會不會